藉由仪器扫描脚掌也能够造出健康的秘密 从脚可以知道病征 透过仪器扫描脚掌健康的秘密造出来 因为我们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有接触到就是这个足弓这个区块 那其实这个东西在外国已经到目前为止 已经四十几年了 那早年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就有知道 有这个足弓这个区块 那后来我们在十几年之后我们导入 在这个十六年的研究当中 发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脚会告诉你很多的事情 脚它是一个小周天是这样子 人类是靠两只脚在走路的 可是一个人的脚核对不出一样的脚 那很多会问题在哪里 就在这个遗传学上 比方说它有些是一只脚像妈妈 一只脚像父亲 甚至它有四分之一像到祖父 这个就是从这遗传学上 核对在脚很有意思的地方 那相对的这些慢性疾病 还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 很巧的是我们在这个十六年的追踪调查 那我们每次办一诊 会做适度的征求我们的来的这个民众 他的许可就是适度他提供他的一些慢性病的一些资料 那核对在脚上的时候发现非常有趣 都对得到 也就是说脚他即使他病人不讲话 从脚上就可以看到他有什么问题 比方说我手上拿的这个患者 他这个脚他是一个扁平主 可是他是一个很严重的高血压 那这个来说 那我们过去的话 也就是用所谓的病理统计 比方说我们在过去 我们班队多的时候 我们有十五个教授班 那每两个月到三个月会有一个研讨会 比方说这个下个会期是准备是高血压 那我们会请我们所有的学员 当然这个学员不是在学 都是在职的 那就请他把所有高血压相关的病人的资料 还有脚 就是免费给他们扫描 回来之后就超级比一比 就发现很有趣 就只要是有高血压的话 不管他的脚型是扁平主 是高宫是外旋还是内旋 这个很有趣 他就是在同样一个部位 就会显现出他的一个特征出来 所以我们是经过在这个三四年的当中 经过几十万笔的资料在比对 发现叶比对不比还好 比下去不得了 因为发现说这脚真的是可以看到身体的疾病 足弓仪器扫描 经过十几万笔资料 比对 让民众可以从脚了解到自己的身体疾病 十方新闻 众黄慧如登正璞 苗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苗栗采访